哈喽 大家下午好 我们再来做一个直播 好 等你们上线一下 然后跟你们讲一些东西 来 现在我是在一些物质里面 等一下会示范给你们一些东西看 所以等你们上线一下先 给我知道画面声音会清楚吗 哈喽 大家好 OK 真的天气很热 天气太热了 你看我把衣服给换了 换的轻便一点 比较舒服一点 因为要跟大家讲解一些东西 关于到新家入伙的这一些知识的东西 大家下午好 来 今天我的第二个直播 然后就是给我知道一下 你的我的声音和画面OK吗 都清楚哈 没有问题 下午好 下午好 好 等人上线一下 然后我才开始 然后我去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要教大家的这一个 等你们上线先 等你们上线哈 OK 下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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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花一点时间在线上这里聊一下 顺便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知识的东西哈 这跟新家入伙有一点关系的 嗯 那为什么我会在今天这个直播想跟大家讲的新家入伙呢 因为很多时候哈 现在已经在农历八月了哈 今天是今天是八月八月十七了 对吗 今天农历八月十七了 过得好快哦 八月十五已经过掉了哈 已经过掉两天了 所以今天八月十七 凉历的时间九月十二号 OK 星期一 今天星期一不是星期二 OK 今天星期一的日子 所以你看农历八月哈 很多人就开始怎样呢 要啊 结婚的结婚 OK 订婚的订婚 然后就是搬新家的人也有很多 当然也有很多人就赶着在这个阶段里面哈 专修物质 打算搬去新物质里面 诶 对吗 我们好不容易过掉这个MCO 然后又到了过掉了这个农历的区业不可以专修哈 那到现在呢 这个八月的时候很多人就想要做最后的冲刺赶快专修 然后搬在农历新年之前哈 搬新家 OK 所以呢 在如果要搬新家的话 当然也有一些东西你要注意一些事项哈 在这里搬新家的那个那个方法啦哈 当然也有一些顺序我们要知道 那如果你要搬去一间新的物质 首先呢你一定是想要就是换一个新的环境 然后再住进去这新的物质的时候呢 能够为你自己带来好运势 然后你自己本身呢是越住越顺利 所以一个开始是很重要的 那在开始之前搬进去一间新物质的之前哈 其实也有一些啊 就是我们习俗上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所以呢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身边刚好也有一些朋友 或者是你自己哈 想要搬新家 或者是啊 要懂这些习俗的话呢 赶快分享给他或者是自己本身 在这直播里面 然后有不明白的东西赶快留言哈 如果我看到你的这个问题呢 我是可以帮你解答你的问题的 OK 今天会比较小声啊 会小声吗 OK吗声音 有一点点小声啊 怎么调声音大声呢 这个 不可以动那里哦 那个我已经 控制掉 还是换另外一个麦 我有两个麦 不可以小声呢 因为最主要就是你们要听到我的声音清楚哈 调了吗 没得调啊 试试看另外一个 OK 另外一个麦的声音 刮着啊 刮着啊 刮着很重耶 好 来再尝试 试试看听一下我的声音这个样子 OK吗 因为不能够小声 今天主要呢 就是要听清楚我的声音 然后当你有遇到不明白的东西哈 你赶快就在直播里面询问 因为我希望能够帮你们 就是解答这个新家路火 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哈 因为新家路火它的步骤哈 有一些东西要注意的 那在在我先从就是当你专修好的物质过后哈 我们就要就是开始 OK 我们叫做要把家事 OK 你的沙发 你的睡船 这些东西搬来新物质 在这专修 通常我们会怎样专修呢 通常我们一定会 wirling 拉电 OK 油气 钻灯 然后做一下厨房 OK 做一些extension也好哈 所以这是就是比较 我们说比较 wetwork的专修哈 就是比较暗 然后很多灰尘 之类这样子的专修 但这种比较 就是很多灰尘的专修 你已经做好了 你油气好了 OK 你全部东西弄好了 过后呢 在你还没有安装 比方说你还没有安装 穿帘 或者是你还没有把 你的沙发 或睡船送进来之前 OK 听清楚 还没有送进来之前呢 其实通常我们专修好了 我们就会怎样呢 我们就会扫地 我们也会洗地 可能漫一下整个弄干净 过后呢 我们才会把这些沙发 这些lust furniture 给运进来 对吗 给送过来 通常程序算是这样 你不可能在专修的过程 就是在 在做泥水 或在油气的过程 就把沙发 把睡船给送进来吧 所以我们不要这么快 我们先就是 清洗一轮干净的时候呢 那你才把这些沙发 这些东西 lust furniture 给送进来 OK 所以了解一下顺序 不要急着搬家 有时候我们 当然很兴奋 有些人就 我搬新家很高兴 所以就匆匆忙什么都 乱七八糟 这样安排进来 其实你要跟着顺序 OK 跟着顺序 来这样子去做 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物质 你才不会 不至于 就搬新家 感到自己很累 然后不懂得怎么安排 所以我们要慢慢的来 所以我就这样子 一个一个步骤 教大家 那 所以当你已经专修好了物质过后 当你准备要洗物质 要把所有这些东西 给搬进来之前呢 其实你要做一个步骤 我们叫做进宅仪式 OK 进宅仪式 你可以选择在 就是专修好过后 还没有进家室之前 你来做这进宅仪式 或者呢 你已经专修好了 家室也进好了 过后呢 你才发现到 我漏了进宅仪式 那那个时候你可以做吗 其实也可以做的 只是因为我会觉得 哎呀 那时候可能很多家室了 过后呢 你再放这些 撒三清啊 这些东西 你会弄到有一点暗专 这样子罢了 但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呢 其实也是可以做 那么进宅仪式 看清楚 进宅仪式 我好像写在我的这个 标题那边 进宅仪式 就是弄干净物质的 这一个仪式 所以我们叫做 进宅仪式 OK 清楚吗 OK 那么进宅仪式呢 的目的 很简单就是 把物质弄干净 就是说呢 你的物质本身 因为新物质嘛 人要住进去之前呢 可能这个物质 在很早以前 或之前 这个物质本身的 气场没有这么好 那也有可能是 这物质之前呢 也有一些其他的 我们所谓的灵 有待在里面 所以我们要把它 弄干净些 人才可以住进去 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可以感受到好的气场 那进宅仪式 我们可以叫新物质 可以这样子做 你买二手的物质 也可以这样子做 因为买二手的物质 也是需要进一轮的 因为你要把之前的物质的 气场给进化掉 然后你全新 新的人进去里面呢 他才会有一个新的气场 OK 第二个 那第三种方式呢 就是住了一阵子过后 你发现到这间物质 好像怪怪的 感觉上好像 好像有安占东西啊 或者越住越不顺 觉得整个物质的气场 好像不好 的情况之下 住了一阵子过后呢 你也可以做 进宅仪式的 所以进宅仪式 其实很棒 它并不是代表着 你只有新物质 才可以进宅 甚至我们住一阵子了 过后 时不时呢 你都要进宅的 甚至我告诉你 这个方法 进宅仪式的这个方法呢 我的一些 就是我有一个马来朋友 是达特级人物 OK 然后是 OK 有一点是政治人物 这样子的 OK 他们马来人 在 因为经常会去他家 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 当觉得有点不顺 或者想要有 重新启动 运气的话呢 他们都会用 进宅仪式 来撒在物质的各个角落 会这样子的 所以其实我们 这进宅仪式呢 并不代表着 只是新家 所以你 如果你是觉得 你家在几个月 OK 三四个月左右 然后你就想要 进宅一次 OK 弄干净物质 气场一次 其实都可以 但特别的日子呢 我会鼓励大家 能够的话呢 已经住进去的 每一年 就是在我们的送神日 那个时候呢 也顺便 除了送掉神 把神送回天庭以外呢 你自己在家 也可以做一下 进宅仪式 让你家的气场 重新启动回来 也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你看 这些知识 你在哪里找呢 通常你不懂 这些知识 民俗上的这些知识 所以你看我的直播 我会跟你们讲 这些都是重要的 然后都是 我们大家都可以做的 让自己的物质的空间的气场 再次的启动回来 然后也保持干净 那物质呢 并不是说 你住久了 过后 它的气场越来越好 越来越干净 未必是这样 住久了物质 越住呢 它气场是越混浊 因为它混了其他人的气场 然后本身呢 如果你不会经常进宅的话 经常把物质气场给兑换 物内物外的气场的话 也会导致到你的物运 物质里面的风水的气场呢 它会代谢 不懂得怎么去平衡 然后转动 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风水了 所以这个你就一定要去做的 但是很多人是在搬新家之前 都一定会做进宅仪式的 因为老人家都会讲 搬新家之前 拜一下四角 拜一下五角 这里撒一点东西 那里撒一点东西 感觉上就是搬进去了 过后就会很顺利 可是它忽略掉 已经住了很久的物质 其实也是要这样 重新启动它的气场的 明白 所以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赶快写下来 赶快跟我讲一下 你们会遇到什么问题 什么情况之下 想要进宅 还是什么 什么问题都可以 赶快写下来 助理在我旁边 所以如果他看到你们的问题 他可以跟我讲的 OK 我看到很多人还在写老师校五号 OK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在进宅仪式 OK 还有些什么问题吗 没有的话继续跟大家讲 等一下我会示范给你们看 进宅仪式正确来说 我们要怎么样进宅 因为这个也很重要 因为你要知道怎么样正确 那我看到有人问一个问题 工厂可以吗 OK 很好的一个问题 Good question 那进宅仪式除了住家以外 其实我们的办公室 公司 OK 三页的地方 或者是你的工厂 其实也是一直要做进宅仪式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进宅仪式主要 其实就是让那一个空间 除了物质就是人用的空间里面 他会保持那个好的气场 尤其会弃除掉一些 就是我们所谓跟灵有关系的 他是属于能够弃除掉阴气的这一些东西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家好像怪怪的阴生生的 或者是尤其是办公室 因为办公室会怎样状况呢 办公室有时候就是人气的问题 然后就是办公室都是很像是酒店 类似这种地方 他都偏向阴气比较重的 OK 他不像住家 住家们起码有人气 在那边睡觉 在那边过夜 办公室呢 是一杀到了过后 办公了过后 整个空间就是阴沉沉的 所以呢 办公的地方呢 其实更加应该要做进宅仪式的 撒三清 我们叫撒三清 有听过撒三清吗 OK 有的话讲 有有有 有做过进宅仪式的朋友 赶快讲 有有有 然后我知道一下 你们到底有没有听过 这种习俗的东西 一定要懂的 每个人都有住家 每个人都要住屋子 不要越住这个屋子 越住越觉得风水不好 只是意味的摆风水 你忘记清除干净不好的东西 所以必须要清除干净不好的东西 你还重新的摆风水 还重新接受好的东西 对吗 所以有没有人做过 进宅仪式自己做过也好 老人家教你也好 OK 有哈 一定有的啦 因为很多老人家 我告诉你 很多老人家都很厉害 他们知道这是一定要做的 只是现在买物质 很多是年轻人 他们不知道 其实这些仪式都要做 就很随便 就是搬新家 开开心心 拿了锁子 掉个红布 那就租进去了 他忽略了这些东西 因为你没有把物质 原本的一个气场 给清除掉 你很难接受新的气场进来 然后你新的气场进去 而物质里面 停留着之前的一些气场 他就会导致到不平衡 然后也会出现到住进去 开始会有一些不顺利的事情 或者发生一些怪怪的事情 然后自己又找不到原因 这就跟你没有做进宅 有很大关系 但是如果已经住进去 而发现到不大顺利过后 现在听到这个直播 才来开始做进宅 可以吗 补救永远都不会辞的 OK 都可以补救的 都可以补救的 也有些东西是补救不了的 但我也会告诉大家 什么是补救不了的 当可以补救的东西 我就会告诉你们 可以补救 我们就补救就对了 OK 好 很多人都知道 当然进在于世 有些时候老人家叫做 拜四角 或者是拜五角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OK 我们也叫做撒三轻 比较专业的说法 我们叫做撒三轻 撒是撒 这样撒三轻 等一下我教你们怎么撒 因为很多人撒错 撒到很奇怪 所以那个撒的方式 也是要对的 好的 那么进宅一世里面 撒三轻是最重要的 又简单 又容易跟 又容易做的 而这三轻 包括了什么东西 OK 来 这三轻 给你们看一下 其实我们自己 也是有的 我们自己也是有 因为我们都是做 这些物质相关的东西 OK 所以如果你们有 我们的撒三轻 你现在就可以 打开来看 应该是 这个撒三轻 是我们新推出的 之前我们是叫你们自己去准备了 后来想想一下 我还是做 有加持性的撒三轻 给大家 就是这样子的话会更好 所以你会拿到我的 如果你有的话 我们的撒三轻是这样的 有 energize by我 OK 有写着的 所以我们有特别去做加持的 我们有过一下香火的 有过一下这些 特别加持的东西 所以当然这些加持方式 不可以跟你们讲 但我可以教你正确的方法 就是你也要准备这些东西 你会拿到的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是他的罐子 我把这个罐子拿出来给大家 因为进宅仪式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OK 很简单的 它主要就是方法罢了 OK 东西呢 东西你可以也可以自己准备 当然如果你自己不会准备 你就给我们买就行了 而且很便宜 然后这东西 几十块的东西罢了 很便宜的 但很有效 OK 注意看 首先撒三清 你可以拿一个碗 OK 普通的一个碗 或者你可以像我们这样子的 我们这一个是因为有特别风水 特别加持过 每一个字都是写着福字的 OK 福福福 各式各样的福字 OK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撒三清 我们当然就是 也要有好运势 也要有福气 其实福字是我最喜欢的 大家都想要福 所以我特别选了这样子的一个罐子 来装撒三清 OK 来装撒三清 然后这个撒三清 OK 你撒了过后呢 这个罐子和里面的东西呢 基本上 如果你要留着 是可以留着的 你可以把它放在哪里呢 你可以把它收在你的神台 不可以放在神台上面 神台厨里面 因为 OK 神台如果家里是有拜拜的 你当然也可能有个神台 神台里面也有座子 也有那个抽屉 OK 门之类这样 收那些神料的地方 你可以放在一起 OK 另外呢 你也可以放去哪里呢 你也可以放在 OK 不要放在睡房里面 这东西不大鼓励 放在睡房里面 OK 你放在客厅的位置 可以 客厅你找一个厨房 但是不要说 放在柴位 刚好 撒三清的东西呢 不能放在柴位 有些东西可以放柴位 有些东西不可以放柴位 你不要全部东西都 以为是吹柴的 你就放柴位 你要搞清楚他的状况 撒三清呢 他不是吹柴物品 所以是柴位的话呢 他不可以放 他可以放在 他可以放在厨房的位置 因为他是属于进宅的东西 弄干净物质的东西 弄干净物质的东西 你可以放在厨房的位置 厨房你可以放在厨那里 厨上面也可以 厨下面也可以 不会太多讲究 不像发高一样 你必须放高高 质位不可以放 质位不可以有 撒掉的这种东西的 质位不可以放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你的质位在哪里 然后千万不要放这个 但是神台可以放 拜拜的东西呢 他有进宅的作用 所以可以放在神台 神台的抽屉里面 不是放在神座上 听清楚啊 抽屉里面 必须在神的抽屉里面 OK 然后再来呢 就是客厅 如果电视机厨 收在电视机厨的 那个cabinet里面是可以的 如果有一些厨柜啊 你想要收着 在里面也可以 OK 厨房里面 如果你想要收在厨柜里面 其实也可以 睡房里面 你就不要收了 睡房就不可以了 OK 所以你要懂得收在哪里 因为收着了过后怎样呢 可能就是每一年 送神日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拿出来 然后撒三清 但里面的东西 如果放得太久的话 全部倒掉 然后也可以给我们 重新买过一整套 里面的content 里面的料 然后你的罐子 可以保留着的 罐子是很好 有特别加持过的 所以呢 里面的料 你再重新 重新的放过 你可以 这个罐子 东西可以倒掉 骂干净 OK 不要去洗 骂干净就行了 OK 因为特别加持过 所以不要洗的 用骂的方式 OK 清楚 OK 所以你们有知道 正确的撒三清吗 不是每个人懂 所以要在这里教你们 但这一个罐子 你打开来的时候 OK 它是类似 这个样子的 然后再来呢 它里面 撒三清的重点 是在什么呢 它里面有三样东西 一定要有的 OK 三样东西 一定要有的 然后在我们的包装里面 它是已经在里面的 就是这三样东西 一个是米 OK 米 还有一个是盐 盐我告诉你 辟邪 去 这些东西 是很好的 还有一个呢 是茶叶 三样东西 一定要有的 米 盐 茶叶 这三样 就叫做三清 然后呢 用撒的方式 叫做撒三清 所以你记得用撒的方式 怎么撒 不是用宝的方式 不是用骂的方式 所以方式上 你千万不要错 因为只有那一个气场 撒三清除了产品要有 东西要加持 还有那个气场要有 OK 它才会成就 那整个正式的 一个好的三清的 敬宅的仪式 所以我们叫做敬宅仪式 每样东西都是 叫做一个仪式 动工 新家 要开工专修 我们叫动工仪式 然后敬宅呢 叫敬宅仪式 弄干净物质 然后新家入伙呢 叫新家入伙 仪式 所以请认真对待 所有也有写上仪式的 这两个字的东西 因为它就是一个 有一些步骤性的东西 然后有一些 情绪上 你要酝酸出来的 OK 所以敬宅仪式 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你们慢慢跟着我直播 我教你们 可能今天听了 还不明白 多几天我再做一下 让大家重复重复的讲 就像每次跟大家讲 左青龙右白斧的 这些东西 就重复的讲多几次 你就很厉害了 OK 所以必须重复的讲 所以准备 这三样东西是重点 那么再来 因为我们的 有一点特别 我们的真的特别的 因为我专业 做这些东西 所以我对这些东西 要求也比较高 所以我的罐子 特别经过加持 我的罐子也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丢掉 OK OK 然后另外呢 就是我额外加了 糖香粉 这一小包糖香粉 不要小看小包的糖香粉 它在去除这一些晦气 我们叫做晦气 就是倒霉的东西 不好的气惨 是非常的有效的 糖香粉 不要拿来烧 撒三清的东西叫撒 没有糖香粉 不是给你烧的 是混在一起的 所以你自己 可能准备的撒三清 是这个样子 可是经过我们特别的 我一定跟你加上 这一个东西的 OK 糖香粉 然后加进去 它才看得到更强的效果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 OK 很简单 所以知道了 撒三清 还有一点就是 当你要做撒三清的时候 你要记得是在物质里面 所有的角落 角落是什么呢 45度的地方叫角落 所有角落都要撒 OK 听清楚的是 再来讲一次 屋内所有角落都要撒三清 包括在楼梯底下 厕所里面 多烦 没有人住的房间也好 那些阴暗的角落 更加要撒 那为什么都撒在角落呢 因为呢 我们都相信 不好的气场 或者有那些 默默的东西 都喜欢聚集在角落的地方 所以我们都是撒在角落的 所以它的方式 你一定要懂 我们是怎么样撒下去的 OK 那么 这一个 这一些东西呢 我们要撒三清的位置 刚才我讲的 再讲多一次 室内的所有角落 所以物外 比如说车房 物质外面的 那不是哦 只要离开你的物质里面的 物外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们要的是在物内 OK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要怎样准备 其实很简单 就把罐子打开 然后再听清楚 就是我的东西 有特别加持过 你可以用不骂 但是你千万不要拿去洗 不要拿去洗 OK 不要拿去洗 OK 这样子 然后就是 倒你的米下去 OK 我的分量全部调好好的 OK 所以你不用刻意再去另外 再去调分量 去量 这些 米 盐 茶叶 三样东西 先倒下去 第二个 你可以倒盐下去 OK 很像煮饭的感觉 我不会煮饭的 OK 你就这样倒下去 这些袋子 等一下可以丢掉的 OK 还有茶叶 我的这个分量 可以足够 那如果你是四层楼 四层楼的 Bungalow 大间的屋子 都够的 所以你不用去到太多 很多人在做撒餐巾 自己准备的话 准备完 又不知道准备多少分量 所以你拿我们的 我们很方便 然后你可以拿着 除了就是新加入火以外 平时你觉得屋子怪怪 你都可以撒的 然后就是茶叶 OK 倒进去 这么简单 就这样子 OK 然后我们分量全部调好好的 OK 把茶叶给倒进去了 OK 然后我们这样子 一整套的价钱 是88块 原价是88块 你看 我的价钱都很低 你看 全部东西 我准备给你88块 就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今天优费价 58 是吗 68还是58 就你看 68还是58 58 58 58加1 对吗 OK 58块钱 超便宜的 因为这些东西 就是 有些东西 我会卖到很便宜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想要 大家都拥有 就像我的日历 8块钱 这样子 我不喜欢要贵 我就只希望大家拥有 因为我们赚钱在其他 很多东西 我们不赚钱的 就是给你们 大家都有 就对了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买一套放在家里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会觉得晚上怪怪的时候 或者觉得 你想要进宅的话 你就赶快拿出来用 然后拿出来用了过后 你当然可能用不完 你把它盖着 再留着 可以的 OK 但是当你发现到 它的盐 里面的盐已经溶掉的话 那就不要用了 OK 那你就重新 再跟我们买一包 它的refill 整套它的refill 我们有refill给你的 罐子重要 罐子留着 OK 好 最后你才撒上 这个糖香粉 OK 所以它是这样子 把它撒进去的 OK 糖香粉不用太多的 它是帮你去除这些邪气的 然后撒上去了过后 它就是这样子 OK 就是这样 全部混在一起了 接下来你要怎样呢 你就这样 像我用手 不要用汤食 OK 这种东西 要感受到一点人的器材 所以用人器 你用手去混合它 OK 不要用汤食 不要用汤食 撒三 做撒三轻的 这个人呢 可以是家里的男主人 女主人 家里的儿子 女儿 其实都可以的 小孩子不可以 OK 小朋友就是 对我来说 18岁以下不要 18岁以下不要 18岁算是小朋友吗 算是小朋友 18岁以下不要了 你们器材还不够定 不可以 那另外呢 老人家可以吗 老人家可以 你知道这些东西 赶这些安占东西 老人家更可以的 有时候 他们有那一种 有时候会有一种 特别的器材 不过你们可以感受得到 老人家的一种器材吗 他有一种特别的器材的 所以是可以的 老人家可以 18岁以下的小朋友 不要去弄这种东西 不要去撒三轻 不要去进宅 这些留给大人去做 OK 你们的器材还不够稳定 慢一点 不要跟他去对抗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 混合在一起 你就用手 手就可以沾上你的器材 你的人气 在这边 把它混合起来 OK 混合了 接下来 我们就是要怎么呢 撒了 OK 撒三轻需要挑日子吗 如果你喜欢什么东西 都讲究日子的话 像我这样子 一点点都是很 邦邦邦邦的感觉 你就挑日子 从我的日历里面 就可以挑日子了 OK 如果你是觉得 正式来说 撒三轻 正式来说 是不需要挑日子 只是有些人比较尿 比较麻烦一点 类似我这样子的 什么东西 看看一下 今天不行 我就不做了 也可以这个样子 你可以自己选择 但是正式来说 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们把它混一混 然后撒三轻的时间点 再次强调一下 就是很多时候 这种东西 我们不会在三更半夜去做的 所以撒三轻时间点 尽量又是在太阳下山之前 太阳一升起和太阳下山之前 就是天亮的这个时间点 我们来做 时间段其实不是很重要 但我的习惯 这些事情 我会在中午以前去做 就是太阳开始走下之前 我会去做 所以你可以看着自己所需要的 OK 这样子一套是58块钱 所以quid是58加1 你们可以自己打上来 因为真的很值得 也很便宜 这些东西不赚钱的 全部东西就是包到完 给你们就这样一整套 OK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你们方便 我知道很多人 不会自己择这些东西 然后分量自己也搞不清楚 我要米多一点 盐多一点 还是什么多一点 就一直搞不清楚 然后就很多时候 也不懂要用什么样的碗 吃饭碗还是什么碗 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 我们很多顾客 也不大懂得怎么处理 那我们就推出 我们自己浮海撒三清 浮海三清 OK 我们浮海三清 特别是因为 我们再另外加强它 我们是加强版的 所以我们又加了 糖香粉给大家 所以我们这一个 原价是88块的 后来我们就想到 不要赚了 就全部是当做 是给我们的顾客 我们的粉丝的一种回馈 所以58块 你可以买这留着 等到送神日的时候 你可以用到 然后特别的日子 比如说你觉得家里 好像有一点 怪怪啊 暗脏或者家里人 突然之间好多 人一直陆续的生病 是不是家里有暗脏东西了 在那种时刻 你也可以拿来撒就对了 OK 然后撒了过后 还有剩 你不要丢 盖着它 收在神台下面的厨里面 或者说在厨房里面 收在电视机柜子那边 也可以 不要放进房间里面就行了 OK 然后就是这样子 也不需要 不可以放财位 再次强调 撒三星是弄干净丢掉的东西 所以不要放弃财位 你放弃财位你自己 自己有问题 而且特别强调 不可以放弃财位 OK 所以你可以买这样子一罐 OK 然后当然就是这样子 我们已经撒 已经混在一起了 你确定你全部混合在一起了 过后呢 其实这盖子你可以放这了 然后呢 去记得 我们要撒三星的地方是哪里呢 就是物质的所有的角落 当你决定在今天 做撒三星的仪式的时候呢 你就要在物质所有的角落那边撒 不要撒一半一半 因为你撒一半一半 它会导致到什么呢 就是客厅的你撒完了 房间的你不去撒 你就会导致到那一些邪灵 或者那一些邪气 转向去你的房间里面 OK 它就会导致到这样子 所以当你确定要做的时候 请从头做到尾 从头做到尾 OK 它是撒三星 你可以从头做到尾的 但不要miss掉任何空间 所以为什么我说 角落的位置是很重要 因为邪灵的东西呢 它是聚集在角落的地方 所以你要清楚的 确定的 就是每一个角落 你都有去撒 如果你真的是miss掉了 忘记掉了 少了一个房间没有去撒到 那你第二天的时候呢 再去补回去 那个房间里面 一定要这样子做的 OK 所以但是如果你距离的太远 比如说一个礼拜后 它意识到 那房间里面没有撒到 的话呢 你要重新做 就从头再撒到尾 再一次 不能够距离太久 然后撒完了过后呢 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撒完了 撒在地上的过后 等一下我示范那个方式给你们 撒完了在地上过后呢 你就一定要是 就是拿扫把或者笨斗 把它扫 一个小时后 不要这么快 不是扫完马上扫 一个小时后 或者放着第二天 你才来扫掉它 OK 扫干净 把所有的扫干净了 过后 拿一个纸袋 全部倒去纸袋里面 packing起来 不要留在家里面 直接拿去外面丢掉 拿出去外面 物外丢掉 才能够把这些 不好的东西给丢掉 所以弄清楚啊 所以它必须要丢掉的 不要留着 所以如果 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扫干净的方式呢 就是用细尘机也行 所以你用细尘机 每个角落 去把这一些东西 全部给细回来 然后那细尘机 当然就是你要打开 细尘机的袋子 垃圾袋里面 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呢 倒掉 绑住袋子里面 绑着是很重要的 绑紧紧 然后丢掉 OK 这样才会把东西 给请出去 丢出去 所以这些就是 它这一些细节上的 一些方式 所以你们学到吗 所以不明白 赶快问哦 如果不明白 你们留言 因为我下次还会再讲的 因为这新推出的 然后呢 就是我会陆续 跟大家分享多几次 让大家熟悉 还有意识到 撒三清的 这一个重要 OK 所以我们现在混合了 你就拿着这一个罐子 从屋内 所有的角落 从头到尾 从楼下开始撒 撒了过后呢 记得楼梯底下 厕所里面 厕所也有角落 只要有角落的 都得要撒 那有些时候 你就不确定 这是不是角落 你撒就对了 有撒过 没有错过 OK 所以呢就是 这所有的角落 只要楼下的 你弄干净 弄好了 撒完了所有的角落 过后呢 你就上去楼上 所有的房间 所有的角落 那屋外 比如说 Belcony 有的露台的 你需要去撒吗 不需要 那是属于屋外 屋外的气场 不一样 和屋内的气场 屋内会聚集这些阴气 OK 屋外 它气场是通的 所以那是不需要撒的 它是限定在屋内 不限定在屋外 OK 好 现在我们准备好了 这一个呢 现在我们走过去那边 撒给你们看看一下 到底要怎么撒 OK 好 那个气势要调一调回来 OK 我把镜头切换一下 给助理帮我拿着这个camera OK OK 好 助理 这样子就行了 这个 这边就行了 OK OK 来我们来到 多一个角落 这里 好的 OK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的 这一个角落 OK 示范给大家看 它的方法 给你们知道一下 就是 就是我们正在白天 然后就是角落 这个就是角落 对吗 这是角落 所以你看到 有这样子的地方 就是叫角落的地方 然后你手上拿着 这个三清 你不用撒到一大堆 你不用抓到一大把的 你只要抓一些上来 这样子 你只要抓一些上来 类似这个样子 抓一些上来 然后你往这个角落 再来 撒三清是怎样 撒在地上 类似这个样子 你要撒几次 其实撒一次就够了 你不需要 撒了又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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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这个样子的 你狠狠的 就是拿一杂 再示范的一次 你就拿一杂这样子 OK 然后撒的方式 你提一下气 我们做任何东西 如果你的气场输 或者是生病的人 那有健康 有问题 自己弱弱 这样子 你不要去撒 你找一个 有一点气场的人 有点气势的人 然后就是 男主人 男人 我是觉得是最棒的 那女主人的话 其实也可以 但是如果来夜市 或者怀孕的话 不可以 来夜市或怀孕的话 不要撒 所以你拿来一撒过后 你就这样撒下去 就这种感觉 你就撒下去 那种感觉 然后撒上去 也有人撒着怎样撒 撒上面 这样子丢 不对的 撒要撒在下面 往下面这样子撒 这样子就正确了 然后撒完了这角落 你再走去另外一个小落 再继续的撒 其实方式就是这么简单 会很难吗 不会很难的 但是撒上去有它一个很传统的功效 很神奇的一个功效 如果家里有老人家 我相信他们都会懂 所以今天你们学到了吗 这就是我们的浮海三清 很棒的一个产品 所以接下来你们把问题留在留言下面 然后下一次我在做直播 跟大家分享 可能在不同的屋子 怎么样 不同的撒上去 好 我的直播就坐在这里 那我就下线了 还有什么问题 要回答一下问题 要回答问题 厕所呢 厕所也要 我刚才已经讲了 厕所也要 只要整间屋内里面 所有有角落的地方 你一定要 厕所也会聚阴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楼梯底下 或者store房 比较阴暗的地方 更加要撒 所以你狠狠的 就是拿一把出来 然后就是这样撒下去 这样子的方式 OK 然后一个角落 撒一次就够了 除非你自己缺乏信心 会觉得撒的少一点 那你再拿到一把 再撒下去 OK 往下撒 永远不要往上撒 往上撒会怎样呢 你会撒到自己 所以不要往上撒 等一下往上撒的话 你自己变成运势不好 所以你往下撒就对了 OK 好 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你就撒在cabinet外面 如果有cabinet 打到 撒在cabinet的外面 OK 工厂 工厂 商业的地方 公司更加应该要撒 因为这些地方的 阴气更加重 所以你撒了干净过后 你会觉得整个气场 会慢慢的调和回来 租房的 租房的也可以撒的 如果你是租那些屋子 也是可以撒的 OK 其他的问题 你们继续写下来 有时间的话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OK 再跟大家做下一次的直播 OK 我下线了 拜拜